布局年底的五都选战 台北市长郝龙斌就是喜欢媒体人 这个重要的角色 他的竞选总部发言人 郝龙斌找来今年40岁的范姜太基 今天下午的首度在镜头前亮相 他过去曾经担任过这个电视台的行销经理跟报社记者 媒体历练完整 未来他将跟同样是媒体记者出身的 赵新平还有马千惠分工 替不善言辞的郝龙斌化妆加分 戴着眼镜外表斯文 他叫范姜太基 首次亮相观众可能很陌生 但他可是五都选战中的要角 郝龙斌竞选办公室发言人 我之前因为采访的关系 所以跟市长就认识 压力大是一定有的 那家人也都非常支持我 到这边来帮好市长打这场很有意义的选战 出女秀谈吐沉着稳定 半张太基40岁 台大政治研究所硕士毕业 目前还在政大进修EMBN课程 过去曾任电视台行销经理 报社记者跟议会助理 媒体人出身靠着行销专才 未来将负责郝龙斌竞选团队 头号攻击手 也是第一线防守员 我之前曾经参与过两次的市议员选战 都是帮忙 然后一次立委的选战 跟一次国大代表的选战 市长他有特别叮咛 就是说我们不做负面的选战 能延山道向来就不是郝龙斌的强项 要补足媒体包装 郝市长专门爱找媒体人出身 负责对外公关 赵新平负责市政问题 马千惠处理花博 范江太基负责选战发言 媒体人发挥专场替郝龙斌化妆 补足缺点 三大发言人正式就位 开始作战 中天新闻 陈一帆宣优豪 台北报道